老话常说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可现实当中我们却经常会看到,好人命不好,坏人多善终的现象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 其实原因很简单,我们可以透过佛教的视角来分析一下,佛教认为,世间万世皆有因果,只要你种下一个因,就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,因果是真实不虚的,我们当下正在做的事,必然会有过去的原因,因为有生,所以会死,因为年少,所以会衰老,所以佛家说预知过去事,今生受者是,预知未来果, 今生作者是,既然凡事皆有因果,那到底种下什么样的因,才能带来善终善报的结果呢? 这个问题一定要知道答案,其实好人和坏人,并不是带来恶报和好报的直接原因,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好人,却不一定得到善果, 我们要看这个人过去做了了什么事,是事情决定的果报,而不是好人和坏人决定的,现在你看到的好人也许过去也种下过恶因,现在你看到的恶人,也许过去也做过好事,所以在有局限性的时间内,因果是不清晰的,我们要想把因果完全看清楚,就要把时间无限延长, 同时还要明白一个道理世间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,当你把时间延长时就会发现,原来尚有善报恶有恶报,是真实不虚的,只是有时候时间未到而已, 当你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好与坏时,你就会发现,原来自己过去看待问题太片面了,好与坏其实是相对的, 如果没有一个参照啊,任何一个行为都无法判断它的好坏 如果有了一个参照啊,好与坏就不是绝对的了,世间也就不存在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了,举个例子小明考试考了第一名,大家都说小明成绩最好,那是因为小红考试考了第二名,如果没有小刚考的第三名, 小红的第二名就是最后一名,大家就会认为小红的学习成绩最差,如果没有小明和小红,就不存在学习成绩最好的小明, 善与恶也是同样的道理,小明是好人,那是因为有小红和小刚作为参照物,如果小红和小刚不存在,那小明到底还是不是好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。 其实好人与坏人的差距,只是好人做的善事多一些,坏人做的善事少一些,如果一个好人,做了九件善事和一件坏事,这个好人也可能会突遇灾祸,那是因为因果是不能互相抵消的, 大家所看到的好事,未必就是好事,大家看到的坏事,未必就是坏事。 一个恶人伤害你,你觉得是坏事,但站在佛法的角度来看,这件事就是天大的好事,因为伤害你的人,是来帮助你消除业障的菩萨。 你眼中的恶人,或许是大菩萨,而你眼中的好人,也许每天都在造恶业。 举个例子一个乞丐每天都去找财主好食物吃,财主如果每天都不施给乞丐食物,这看似是一件善举,但其实已经种下了恶因。 如果那个乞丐因此养成了好吃懒惰游手好闲的习惯,这个结果就是好人带来的,如果财主不施给乞丐几次食物后,发现乞丐已经养成了坏习惯,从此以后,不再不施给乞丐食物,让乞丐自己学会自力更生,哪怕让乞丐吃点苦头,这看似是不善的举动,却能带来善的结果,这个结果就是坏人带来的。 在佛教当中,有一位恶人叫提婆达多,这是大家眼中的恶人,但在佛的眼中,提婆达多却是一位大菩萨,因为提婆达多经常作恶,经常想尽一切办法去伤害佛陀,所以佛陀因此得到了修行和历练,最终成就了佛果。 佛陀成佛后,最想要感谢的人,就是提婆达多,你说这样的恶人,真的是恶人吗?好人有好报,是千真万确的。 前提是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好人,你做的事情,要真正利益到众生才行,如果你做好人,只是为了的好报,那你跟无心为恶的恶人有何区别呢? 记住一句话,有心为善虽善不赏,无心为恶虽恶不乏,只要坚持做一个有智慧的好人,才能好人有好报,恶人没有恶报,那是因为时间未到,只要时间已到,因果丝毫不爽。 人不善,心不正,吃宅念佛都没用,做人,头顶天脚踩地,全凭一身正气,为人,行得正战的稳,背后不怕议论,善良是美德,不能丢,不能弃,人若不善,上天不饶,心若不善,报应出现,人这一辈子,良心比钱值钱,人品比金珍贵。 为了钱泯泯良心,是愚蠢,为了力毁掉人品,是自残,善良是一生的护身符,人品是最好的硬后台,心不善者,没人喜欢,人不正者,没人信任,真正的智者,不会在钱财上做手脚,而是在人品上下功夫。 不管有钱没钱,都先把人做好,给自己留出后路,为自己积攒福德。 人生,什么最贵,善良的心最贵,端正的品最贵,有善心,有人品,才能被上天保佑,行善事,做好人,才能被世人认同。 为了金钱,不择手段的是小人,为了利益,作恶多端的是坏人,金山银山,总有花光的时候,钱财利益,总有败尽的一天,唯有善良和人品才能留下来。 得众人传颂,守候人敬仰,怀慈悲至心,做好事,用人品修养,做好人,心善,就没有抱怨,心宽,就少了争执,人正,就少了指点,平好,就少了乌颜,平时烧香拜佛,不如行善积德,与其满嘴仁义,不如行动起来,上天不欺好人,严妄只抓坏人,永远别忘了,心不善,人不正, 吃宅念佛没有用,人品好,良心在,不怕雷鸣和闪电,人性最大的恶,是消耗别人的善良,人之初,性本善,善良是与生俱来的,也是融入俊理的,它可以感化人心,换来真行,也可以帮人消灾,为人解愁,善良不是金,却比金贵重,善良不是钱,却比钱值钱,人若善良,必然品正, 可以深交,值得托付,做人要善良,但是不能过分善良,否则就纵容了不怀好意的人,惯坏了得寸进尺的人,没有锋芒的善良,只会成为别人伤你的利器,善良没有错,一旦给错了人,那便是大错特错,无底线的善良,不会得到感激,只会换来恩将仇报, 这个世上,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我们的善良,有的人心术不正,有的人不怀好意,你一味的善良,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,你在三地忍让,只会让对方嚣张狂妄。 生弥养恩人,斗弥养仇仁,在不懂感恩的人眼中,善良无限度,就格外廉价,善良无疗牙,就成了软弱,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欺,太过善良的人,总是被欺负得最惨,被伤害得最深,因为社会现实,人心复杂,你毫无防备,掏心掏肺,别人却住起戒心,冷漠相对。 做人,要善良,但是不能盲目地善良,要有智商和限度,忍和锋芒,别把善良给了,不懂感恩的人,不怀好意的人,变本加厉的人,得寸进尺的人。 做人,别做一个善良的傻子,要做一个精明的善人,有选择性的交友,帮人,品正的,情真的,人善的,咱们坦诚相待,尽心帮衬,让你的善良有所值,不浪费。 这个世上,最难测的就是人心,最难得的就是善良,所谓的善良,不是见人就给,遇事就帮,而是有底线和尺度,带住獠牙拒绝心术不正的人,露出锋芒对付不怀好意的人,把善良留给所有品正心善意成的人。 善良很贵,不能随便浪费,善良稀少,不能轻易挥霍,人性最大的恶,就是消耗别人的善良,愿我们都能做一个真正善良的人。